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晴晴月明明 庄世满怀古多情 夜深深 仁已尽 一夕百月上阵阵 马笑在奋腾 放手鼓鼓声 总之要正义 快到康强地 草如意 树成林 芳芳草人四兄弟 祖江坊 安生林 秉持一片知子心 宝 Exp Punkt 放清清 前面 mixes 装饰满怀孤国情 夜深深人已尽 披心在月上沉沉 马笑在奔腾 藏手步步生 走这样真意 快到康墙底 草如荫 朱成名 茫茫草原似雄今 独将一方 爱生能力 丁持一片知词意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ледует... 这些人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呜呜 大哥 三今天都到了 魔咒的人为什么还不来 八成不敢来了 就凭我们断红无虎 黑白两大谁敢惹 对 过去也有87个杀手想要我们的命 结果都躺进坟墓里了 魔咒他们没有不来的道理 我看他们是怕死 我希望他们快点来 我这把断魂剑已经很久没喝过人血了 他奶奶的 魔咒人没来 道剑蚊子先来了 我看他 等一下你们不用动手 就看大哥我一个人的 魔咒的人来了 他妈的 只来了一个人 太不把我们断魂五五放在眼里 别大意 可能有埋伏 让我一个人来 你们用眼睛看就可以 没用的家伙 可吓跑了吧 还是大哥威风 魔咒真是图具虚名 走 走 天鹰 是谁聘请你们来杀我银枪公子白飞雪 我们魔咒杀人 绝不泄露雇主的秘密 不过你倒是可以去问一个人 问谁 下地狱问阎王 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 请你们去杀 要杀我的人 好马不吃回头草 好杀手也绝不回头杀雇主 白飞雪 你就认命吧 多想必须 你的вет请 哎呀 一向 二向 一向 一向 入 Serv Koch 任总葡萄 没想到几日不见 你的棋艺进步了不少 周大人过奖了 即使卑职再苦练十年也不是您的对手 小妹 什么是这么大惊小怪的 大人 你看 小妹 这没有你的事了 你快回房里去吧 是 任总葡萄 这就是江湖上人人文之色变的魔咒索命派 不错 朝廷指派我们来调查魔咒组织 以杜绝后患 看来只有肃清寻补查办 魔咒有何可怕 只要他来两个我就杀他一双 周公子 切莫轻敌 魔咒是一个极神秘又可怕的杀手组织 作案数十次从未失守过 你可要千万小心点 小五 小五 马上传令下去 上下加强戒备 是 我现在就去飞语传书 明南北神部前来助阵 明南北神部前来助阵 请速查魔咒组织 并逮捕归案 认体 这是 3 4 3 2 2 4 请速查魔咒底细并处置 任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我请向中国之命前来歼灭我们魔咒组织 我明白了 亲敌 赶快通知黑狼 去截杀他们 是 周大人 请恕冷秋霜来迟一步 才让周公子惨葬魔咒的毒手 郎姑娘请勿自责 这是小犬命中注定 难逃此劫 真想不到 魔咒的人来得这么快 我一定要去掉魔咒这个杀人组织 以替周公子报仇 也为天下除害 我常听任总捕头说 只要南北神不联手 天下既无跳梁小丑 如今魔咒荼毒世间而无人能敌 除魔咒的重担 只有落在你跟南北头的身上了 除你魔本是我们做普快的职责 我手中这柄玉京剑 将畅以魔咒之血 秋霜 魔咒是一个很可怕的组织 你跟南北千万不要低估了他 不错 魔咒总坛就跟幽灵一样的神秘莫测 不过我只要找到一个人就可以打听到魔咒总坛的线索 冷姑娘要找的是哪一个人 一个穿草鞋的人 我真不明白 一个穿草鞋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 我知道 秋霜要找的人是武林之中绝顶的大道 不但轻功天下地狱 同时是江湖上最出名的神偷 他干这行赚了很多钱 但是只喜欢穿草鞋 不错 天底下有很多人穿草鞋 不过我保证 穿红草鞋的绝对只有他一个 就是那个喜欢在纸粉堆里头享尽艳福的红草鞋 那么好 也是 金长 天下钱罪卧美人器 这可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这个给你 大爷 你年少多金风流倜傥 不知道天下多少女人为你庆幸 对 我红草鞋凭着天下第一的庆功 干包打听的行业 可说是日进斗进 到如今却两袖清风 人家常说温柔相识英雄种 真是一点也没错 传说当年的神头柳无影 其庆功与风流可说是举世无双 如今我们神头妙算 你可是庆出于蓝了 我红草鞋的庆功 倒是不敢跟柳无影相提并论 若讲风流 我可是一点也不服输 一代新人换旧人 三十年前柳无影风流绝观天下 如今则非我红草鞋莫属了 凭你也配跟柳无影来说谈风流 我的妈呀 原来是你姑奶奶大驾光临 你真有一套 我在这地方你也找得到 难道你不欢迎我这个老朋友 来找你 你这次来绝不是来抓我吧 上一次你要我打听阴山老怪的事 差点就要了我的命 今天又来烦我 到底什么事 我要你替我打听出魔咒总坛的所在地 魔咒 还有我的妈呀 我红草鞋宁可回牢里去 也不敢去惹魔咒 你的红草鞋溜的可真快 不过我的红草鞋可也不慢 你自个看着办 姑奶奶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但是就是不要叫我去惹魔咒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如果不给我一点魔咒的线索 我就送你回大牢去 我说 我唯一 来了 老人 你是谁 抓我干什么 谁要你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两条路 一条路是死 一条路是告诉我魔咒总坛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总坛在哪里 只知道他们联络的地方 这条路是死 看 你看 就是这里 有白蜡烛的棺材 就是他们联络的信号 只要你能够设法 躲进那里面 三斤以后 就会有人带你到分舵去 很好 咱们的交易很公平 你可以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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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啊啊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地是魔咒的联络站 阁下请说出来要杀的人是谁 阁下为何不出声 难道拿我们魔咒开玩笑 阁下如果再不说话 可别怪贫生不客气了 你想装聋作业 贫生就让你真的永远开不了口 奇怪 真的是一个死 这怎么回事 把我的原汁红草仙还给我 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 绝不能对我的朋友食言的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他告诉我一件正是你最想知道的秘密 我真担心魔咒的他们那帮家伙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小柴 你放心 这里是南海边陲的偏僻小镇 没有人可以找到我们 孔金城是江北首富 我是他的爱妾 这次跟你私奔 他一定会花最高的代价 请最好的杀手来对付你的 你不用操心 冰来酱糖 水来吐烟 我花蝶衣可也不是省油之灯 好一个不是省油之灯 什么人魔咒杀手 花蝶衣 你既然有胆与我魔咒敌对 就应该有种出来受死 救命 别哭了 花蝶衣虽然已经死了 可是有我们五虎将可以服侍你 你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救命 黑狼 我们一时射明心窍 请你恕罪 黑狼 请你饶了我们这一次 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违反你的禁忌 跟黑狼 求情是没有用的 我们跟他拼了 你活被换 公司 被换人 你好 我教育 你 我会 坐在屋顶上的是哪位贵宾 可是嫌弃这满地的棺材不愿意下来 没想到才一年未见 你包送中的耳力又精进不少 我深夜在此刨关就是为了练耳力 我敢跟你打赌 现在正有三十七只蚊子在飞 是三十五只 有两只刚停下来 包兄好高明的耳力 佩服佩服 看来小弟是不需刺刑了 你不在女人堆里享福 而半夜来我棺材垫找我一定有急事 不错 小弟正想聘请包兄带我报仇杀人 杀什么人 一个女人 你跟这个女人有仇 我这条命啊 我这条命啊差点就毁在他那把剑下 我包家数百年来 乃江湖上圣民最显赫的杀手世家 先祖父杀人不偿命 包别离更是如日中天 先父铁面炎锣 包庇杀也未如家手 不料如今传至我 管杀管来包送中的手艺 尽快要砸掉我们包家这块招牌 那么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 在魔咒未决起江湖时 包兄那时还是身价最高 最有名气的杀手 如今快被魔咒的锋芒所演 杀手这个行业最现实也最竞争 我苏叶兰埋首苦练 就是要扬传主业 以恢复我包家历代之威名 你这次倒捡了便宜 我就破例为你去免费杀这个人 我去免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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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免费杀 我去免费杀 我去免费杀 黑狼 杀手对杀手 本是一件很悲哀而又无奈的事 但是人在江湖就身不由己 今晚这场生意与你无关 一山不容二虎 既然你不想让我做成这笔生意 我们就只有势不两立 有人说你是不说话的黑狼 也有人说你是不要命的黑狼 但是等我包送中把你送入棺材埋进土里 你就会变成不能说话的死狼 能死 你们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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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点 快点 让一路 你的 首室 沒想到我包送中 一向為人送中 如今卻為我自己送中 作詞・作曲・編曲 你到底是谁 装什么犯鬼 不用追了 以他的轻功 我们是追不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黑狼 最近你为本坛立了不少功了 眼前我还有一件事要拖劳你 有江湖舞爵跟双煞与我作对 去把他们除掉 慢着 这杯酒我赏赐你 救命 你个人 竟敢杀魔虫 一会儿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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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心满意端 真是哈罗 难道我们真的逃到天涯海角 也逃不过黑狼的要命一刀 十天前江湖上公认最擅长隐藏之术的大漠飞鹰 黑狼人戈士壁被黑狼追踪880里刺杀在岭南之音 也是死在他那要命的一刀之下 传说至今没有人能让黑狼出第二刀 即使有两条命的人也无法看到黑狼的第二刀 因为他只要挥出那魔鬼般的一刀 就可以使两条命变成没有命 看来今天我们兄弟是死定了 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在这项金银珠宝 杀手是为了钱财杀人 如果我们把这么多的钱送给他 也许他会放我密码 黑狼 他看来不像是个杀手 那像什么 像个魔鬼 一个浑身充满杀气的魔鬼 黑狼 这是我们兄弟所有的家当 全部送给你 请你手下留情 黑狼 求求你饶过我们这一次 我们真的愿意以这项金银珠宝来换回这条小命啊 如果你答应的话就请直播我们立刻将此相奉上 黑狼 黑狼果然不愧是黑狼居然知道地下有埋伏 这些人是各门部武林一流高手 我们兄弟为了活命只好跟他们合作来对付你 黑狼 我们是放了武林之拓 要连手将你逮捕出来 黑狼 请你练在我们都是舞者的份上 把他送到实力铺 给我妻子求香 oni !!! 这个人是妻子'T 愁 在?, 我 有 你 ? 龍 演 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客官请坐 要喝茶还是要喝酒啊 请留步 小柯他真的死了 我早知道他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他托你送回这点定情之物 是要我改嫁 但他却不知道 在我嫁他的时候 早就决心做一名寡妇 在这方面五十里之内 没有一户人家 你就在这儿战术一夜吧 好 客官 买朵花吧 去去去去 大师 买朵花吧 天晚卖花 还不如陪平身喝酒 大师 你怎么可以如此无礼 好一个不是像的贱丫头 大侠 请你救救小女子 大侠 我求求你 救救小女子 放开我 放开我 大侠 救命 大侠 救命 黑狼 任你快战无敌 如今还是落入我们的圈套中 原来是明镇关外的侠战飞刀战役 莫非你也想架这个梁子 走 小事一件 你不必感激我 我就是武林第一飞刀手 你不晓得吧 你不要小看我 跟我这个人交往其实很不错 况且我这个人是又讲义气又豪爽 心地又善良 教我这个朋友准没错 你别走 我跟你讲了半天 你怎么不理人 救救我 黑狼 我脚扭伤了 快来救救我 黑狼 我才帮你的忙 该你救救我了 哎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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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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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án 哎 梁峰起天末 君子亦如何 红艳几十道 江湖秋水多 文章曾命答 痴妹喜人过 英共冤魂语 投诗赠秘罗 谁啊 是个路人 请进 请进 请用 你中毒了 刚才给你敷了药 已经好多了 若是没有地方去 你可以留下来 此地是魔咒联络战 阁下请说出要杀的人是谁 杀魔咒 阁下是谁 竟然混入此地 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哼 别说是一个小小的魔咒联络战 别说是一个小小的魔咒联络战 就是阎王的十八层地域 我北捕冷秋霜也一样来去自如 听说南北神谱 是黑道克星 但是如果想跟我们魔咒为敌 那是自导死路 只要你说出魔咒总坛所在地 我倒可以不为难你 让你这个野和尚 多苟活几年 好狂的口气 今夜我们就在此为你超生 免得你以后在人间胡言乱走 白刃 七星追魂 四象夺魂 四象夺魂 啊啊啊啊, 超小扈 冷球霜 冷球霜到底是冷球霜 冷球霜 周大人 今天死人真多 到处都是 莫非是你也遇见了死人 就是你那位神偷的朋友 这些人给杀了 这就是你要的人质 看来这小子的死跟周大人被杀是同一个凶手 硬磺味 他在死之前一定去过硬磺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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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挖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狼 现在有武林黑白两道 一批不怕死的人在那边聚会 要谋反我魔咒组织 你去把他们除掉 以表示对我的忠心 我叫欧阳琴 从京里来的 向你打听一个叫黑狼的人 黑狼是谁 就是那个穿了一身黑色衣服 手拿一把长刀的人 他是来过这里 我为他解了毒以后 他就走了 黑狼这家伙 是个冷酷无情的杀手 行踪神出鬼没 下次你再遇到他的时候 我自己注意点 我自己注意点 告诉我们个好消息 前天黑狼中了我的毒 我看活不久了 只要黑狼一死 对付魔咒那帮人就轻而易举 真是太好了 好极了 真是太好了 这一天又上去 总要担心了 每天都不开门 这还要是不信 刘雨宝 宝贝 öz 女人 房 Start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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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坛主做事一向喜欢干净利落 没想到你还留下一个活口 对不起 我需要用点钱 你知道该怎么办 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给自己一到 否则坛主会不高兴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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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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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狼 有个捕快 叫欧阳琴的 今天晚上来这儿找过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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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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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